因为这个病人 他来看我之前 其实他已经看过很多医生 也做过很多的检查 那他的比较特别的地方是 他的某一侧的卵巢跟疏软管 已经手术拿掉了 所以他的卵子的数目 就会相对比较少 其实我觉得很多 试管的那些姐妹 也是经历我这一段 然后真也答了什么 就是我觉得那个 医药费那些是一个其次 但是每次就是 只要那个开讲 那个报告一出来就是 那个真的是 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 做试管的姐妹 应该没有办法接受 这一段煎熬 有时候我们就是陪他去厘清 这样子的过程 让他知道之前 我们为什么会失败 那下一次我们可以 从哪些方面去着手 他就是反复左床失败的案例 植入了很多胚胎 很多次都没有怀孕 我们才会建议他 做三合一的检测 就是拿一次检体 一次可以做三个检测 那第一个就是植入时间点的部分 另外的两个 其实就是细菌方面的检测 一个就是好细菌到底够不够多 你的乳酸杆菌 有没有达到正常值以上 我的子宫没有什么细菌 无菌状的 他说这样也不行 然后就是有用一些 医生菌下去调 调整那个子宫的状况 因为我想说再做一次 反正我要等PGS的报告 这段时间就刚好再看看我的 Emma的那个 就是子宫的细菌素 有没有恢复了 再做一个重复试 不然我都不知道 到底状况怎么样 再去做植物 我觉得不太好 他们就是统整了 他们之前庞大的数据 经过人工智慧的分析 所以他们可以去精准地知道说 哪一些细菌 对于我们的怀孕是有帮助的 那治疗完成之后 就等于我们的子宫内膜的环境 就有调整好了 有一次是一个非常温暖的 看到就觉得看到了希望 因为他不会一直 一直给你很大的压力 他会一直给你开导 因为我算是玻璃心很重的人 但是我也很想要成功 我也很焦虑 因为他的笑容真的很甜 我很喜欢看到他在那边 笑笑地跟你讲话 就觉得好开心 跟医生有这种很亲切的感觉 你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建立病人对自己 还有对医疗团队的信心 其实有时候 这样子的过程里头 他们对这些负面情绪 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担忧 就会得到很大的缓解 有时候你在陪伴他 走过这样子的医疗过程当中 他们就会觉得 我们是一起的 在写这一幕信的时候 我那时候就一直掉眼泪 我想说我终于做到了 而且我生下这么可爱的小孩 我觉得一张卡片 其实他的重量是很重的 其实他很精简的字 我们就可以知道 他说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有心无心的巨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东西都会 不断不断不断的堆积在你的心里面 一张小卡片就是表示了 他过去的所有的经历 跟那个释放的过程 坚持久了 真的就是你的 不要怕失败 像我失败了四次 我真的觉得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有时候压力太大反而会 会让自己不快乐 要有一颗快乐的心 宝宝才会选择快乐的爸爸妈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